真正可以流傳後世的就是雙照流師池鳥 大家好,我是節目主持柴宇漢 這個節目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介紹汪精偉的詩詞 令觀眾更加認識汪精偉 今天是農曆九月九日 也是重陽節 人們會按照傳統去登高 部分孝子賢孫就會去掃墓 神眾最遠 所以特別在今天介紹汪精偉的 《蟲狗遊西石岩》 帶出汪精偉重視孝道 悼念父母的想法 意義深遠 而且《蟲狗遊西石岩》 是雙照流詩詞稿第一首作品 是汪精偉的詩作喜悅 別具意義 《蟲狗遊西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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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詩作是汪精衛在十四歲的時候 即是1897年所寫成 亦都是《相照流詩詞稿》的第一首作品 汪精衛父親汪絕,母親吳氏 在兩年之內相繼去世 父親逝世的時候 那時是1897年農曆九月初八 所以汪精衛在第二天 即是農曆九月九日的重陽節 寫成《重久遊西石南》悼念父母 視為汪精衛詩作起源的紀錄 令到汪精衛在重陽節的詩作 有更深一層的意義 汪精衛的《重久遊西石南》 題目的《西石南》 其實是指廣東省洛昌縣城的西北 而當時只有十四歲的汪精衛 已經跟隨長兄汪少蓉 那時住在廣東省洛昌縣 師中採用唐詩一貫的創作方式 上篇寫景、下篇書程的手法 上篇寫出整個祭節的環境 而且用了岩潑一個詞語 既可以呼應主題由西石南 亦都可以帶出父母墳前的景象 當地雖然風光明媚 但是汪精衛帶備祭節主要的物品 酒進入叢林的時候 就會天色轉暗 映襯汪精衛祭節時候的心情 由環境話題一轉 城上啟下帶出了下面的心情 汪精衛在下面借用豬魚的植物 帶出詩親之情 而碑板是暗示霧原的位置 再用上一個考字 用來神進追緣 顯示對古代思想 效的體會 汪精衛對整個地方 雲牽夢形 夢中也都記掛著 父母墳前的景象 所以每逢特別的節日 重陽節 都會登山祭節 呼應題目 然而在首詩裏面 從未提及過祭祀 墳墓等等的詞語 可以見得到 汪精衛一片孝心之外 亦都可以見得到 汪精衛作師 是象心獨運 《重九遊西石衙》 除了顯示 汪精衛年少之作愛 更加突顯得到 汪精衛對重陽節的重視 汪精衛有不少的作品 都以重陽節為題 例如 《重九日揭五指墓》 《重九登白雲山》 《重九日登北極各等》 由年少寫至晚年 都以重陽節作為題材 反映汪精衛對家人的重視 我嘗試大膽假設 汪精衛重九遊西石牙 很可能是受到 王維的九月九日 益山東兄弟影響 多以重陽節為題材去創作 不如一起重溫一下 王維的九月九日 益山東兄弟再作介紹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陪詩親》 《遙之兄弟登高處》 《遍插諸如少一日》 《遙之兄弟登高處》 汪精衛在首詩裏被詰諸如 街節等等的詞語 都可以在九月九日 益山東兄弟的地方找得到 而且兩首詩都以重陽節作為主題 都是詩念親人 明顯義境相扶 汪精衛年少在詩屬裡讀書 掌握詩詞技巧 靈活運用唐詩明句和詞彙 再者汪精衛是广东人 对平质、压运等等的掌握 更加胜人一筹 所以这方面的知识 在创作诗词里面可以大派用场 遥想父亲在世的时候 时常叮嘱汪精衛在放学之后 朗读黄洋明的全集录 使得汪精衛幼成评分 汪精衛放学之后 又会拿出父亲有关黄洋明的藏书去中读 成为汪精衛文学根基的来源之外 日后思想也都大体承习了 宋明理学里面重要人物黄洋明 其中知行合一的学问 就是要读书明理贯彻始终 而松狗游西石牙正正就是一个例子 带出汪精衛心知道 在松阳节的时候要追思父母 继而上山拜祭父母的重要 实践知行合一的想法 以上汪精衛的《松狗游西石牙》 收录了在最近出版的汪精衛诗词回篇 各位可以加以参考 要认识汪精衛除了参考他的生平事迹之外 还可以参考汪精衛亲赞的诗词 所以这个节目会以深入浅出的方法 讲解汪精衛的诗词 丰富各位的文学知识 还希望各位可以对汪精衛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下次我会和大家去介绍其他汪精衛的诗词作品 深入了解汪精衛 多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